美国预算案僵局没有解开 欧美股市受此影响重挫 台股昨天是震荡走扬 中场小涨13点 收在8187点 不过成交量是萎缩到665亿元 展望全球的经济 美国除了预算案之外 国债上限即将就要在月中到期了 也是投资人关注的议题 整理来看 今年全球仍然是增长缓慢 现阶段选股以企业获利为考量 聚焦寻找具有坚实基本面 还有成长性的个股 我们带你来看今天的就是人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